所以呢咱们现在来做的第一步工作呢 是先把文件拆成目录 那把文件拆成目录的话 因为在Flux官方里面就没有这样一个说明信息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究竟如何去组织 我们最终要去形成的Flux这样一个工程目录呢 完全由咱们自己来去定 我们想怎么去实现都可以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在这里面呢 没有成文的一个约束 大家在公司当中可能也会看到 每个公司它在进行负责去拆出这样一个项目录的时候呢 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虽然不太一样 可能都是大同小异 也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相对应的约定是在里面的 所以呢咱们给大家去提供一套方案 希望大家在这套方案当中呢 能够知道每个目录到底是干什么东西 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在进入到公司的时候呢 你看到公司里面目录结构的时候呢 能够一眼就能够明白 它这个目录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点 然后呢那我们在去拆的时候呢 咱们也是一点一点来去拆这个目录的 好那咱们现在来就开始去做这样的目录 那我现在呢在这个课上之前呢 已经给大家去在咱们的工程里面呢 专门建了一个空白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iHome Python 04 在这里面建了一个空的这个目录里面 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会把这个目录呢作为工程目录 所以呢咱们现在过来 那我怎么去拆这个东西呢 我先在咱们这个iHome当中呢 去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比如说 呃咱们就会待会呢 咱们还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 把内容从它一点一点抽离出来 去放到不同的目录当中去 那咱们现在把这个文件作为什么东西呢 待会我们会把在这个文件当中 剩下的内容 作为启动的时候 所要用到的命令 所以呢这个这个文件呢也会作为 我整个工程的一个管理 管理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我就把它就像张狗一样 我把它解决做manage.py 这是我先把它做成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相当于在iHome当中 有一个manage.py这个文件了 所以呢在这个文件当中 咱们先来去实现一下 plus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 导入这样的plus 然后呢我们再去创建plus的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导入之后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试图road 比如说斜线index 再去实现一个试图函数 return index page 实现完成之后 然后呢咱们再来去启动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写过的 关一个流程 然后呢咱们现在在拆之前呢 先把在这个工程当中 所要用到的所有东西 先全部都塞到这个文件当中来 然后呢咱们再往来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文件 在这个工程当中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肯定会有配置信息吧 对吧 好了那这个配置信息咱们怎么做呢 虽然一会儿我们要把它单独拆出去文件 但是呢我们还是习惯性把它以类的方式来去定义定义 所以呢咱们先把类的方式呢 把这个配置信息定义出来 class比如说把它叫做config 这个 然后呢它是继承字object的 这是配置信息 配置信息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会用到什么东西 配置信息还有印象吗 都有点些 有一个debug吧 debug等于tru 还有哪个配置信息 secretk吧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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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应的 这边写吧 还可能会用到什么东西 是不是还有数据库啊 所以我们把数据库也写一下 那应该是哪个东西啊 circle-iochemy-i-o-c-r-e-t 对应的data-base-ur-i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应该是 my circle 冒号双斜线 然后呢 root 再冒号吧 然后这个密码 at 然后呢应该是 我的是127.0.0.1 应该是3306吧 后面是不是再建一个数据库啊 然后把数据库也去建一下 create data base 然后呢 咱们比如说把它叫做i-home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咱们叫做i加速方网 所以咱们给起名字叫做i-home 然后比如说咱们叫做i-home python04 然后呢应该是default 比如说default的xset 等于utf8 default的data base 之前的这个链接长时间已经丢掉了 就重新建起来了 所以刚才是这样的东西 刚才这个东西是我在这里面一直放的 然后已经是丢失链接了 它重新又跟数据库连了一下 然后呢执行这个语句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how data bases 这里面是不是刚才已经有了呀 应该是i-home python04吧 所以这里面有了 好 这就是我们要去构建的 这个数据库拿过来 放到这儿 那数据库的话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 circle io coming 然后呢应该是哪个 track 然后modification吧 modification 应该是辅述 我们要把它设置为tru 好 这是关键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暂时先想到这些 好了 配置信息就有了 配置信息有了之后 然后咱们是不是得给它导入到app当中啊 所以应该是app. 然后呢config吧 点 然后呢brom object 把config导过来 好 这也是关键这个东西 这档完成之后 还有什么东西啊 数据库吧 是不是数据库我得创建出来呀 所以要去创建数据库了 数据库在哪创 brom blask 然后应该是circlealchemy当中吧 circlealchemy 导入circlealchemy 然后呢去创建 db等于circlealchemy 把app传过来 这是关于这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的这数据库 是不是也有了 然后呢 在咱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还会用到什么东西呢 还会用到redis 我们会用这个redis去保存 咱们要去保存缓存信息 也要去保存session数据 所以这是我们要用的东西 那我们需要把session 把这个redis给引过来 那这个redis在去引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像数据库里面 有这样的circlealchemy抽象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去操作 redis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操作呢 对于session那个东西 我们待会再去说 咱们先来去说 存这个缓存 缓存的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我们先给大家去提一下 就相当于你在这个页面当中 所要的数据 总是进行查询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先把它 先缓存 先备份 先存一下 我要给你放到redis当中了 所以在这时候操作的时候呢 怎么怎么操作呢 就只能借助redis 而且因为没有进行过的封装 咱们就借助redis当中之前在去讲的时候所学习到的工具 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了 是吗 我们怎么去操作redis 是不是导入一个redis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任务就是大家需要把这个redis再去想一下 你要去想起来redis怎么去用 有哪些数据类型 然后呢 哪些数据类型 最常的操作有哪些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去要导入redis 导入redis之后 这里面去写一下 这是数据库 这是数据库 然后呢 这还要去创建 创建redis工具 或者叫做连接对象 连接对象 连接对象 那怎么去创建呢 redis当中 比如说我们把它建立好的这样的一个redis的一个连接对象呢 比如说咱们把它叫做stop 就相当于是redis存主这种东西 然后呢 它哪里呢 从导入进来的redis这个包当中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street street的redis 是它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redis的一个连接的这个东西 redis跟我的程序之间实际上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网络通信呀 就跟你的mysuckle数据库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进行构建这样连接对象的时候 要传参数吧 传领参数 我可以举明你连接那个redis是在哪台机器上面吧 所以肯定会有一个host的主机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端口号吧 端口号port 那默认情况下是不是6379啊 好这是关于这两个东西 那这两个参数按照我们来说是不应该跟这个数据库是一样的 也得给它存到这个配置里面来吧 所以咱们要在这里面去写了 那还有一个redis redis的话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host跟pod 好了那这个参数呢 咱们自己来去起名字 我们把它比如说就叫做redis 然后对应的host 它是多少呢 它所对应的redishost里面应该是 127.0.0.1 还是放在咱们的当前这台机器 然后呢我们还会用到 redispost port 这是咱们给它起的 比如说是6379 好这里面我已经给它寸到配置文件当中的时候 那我底下这时候再去使用的时候 可以咱可以咱们怎么去用啊 可以怎么去用 可以直接是app里面的config里面再往外拿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上去拿吧 或者说当前你看到那直接就在这里面 我实际上是不是也可以直接config这个类里面属性直接取出来啊 对吧 咱们就按这个东西 哪种取都可以 因为待会还得再变 我们在去拆除文件的时候的话可能会变 所以咱们先放到这 好放到这 当前一个redis是不是也连接好了 redis操作完成之后 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去讲plus的时候说的 这个它把session放到哪啊 我们说了session在正常情况下 是应该数据是放到后端当中的吧 对吧 但是plus里面我不跟大家去提过 它比较特殊 它里面所对应的那个session工具 我们在去存取的时候 它是把它放到前端浏览器 钻到cookie里面去的吧 所以我们现在给它进行一下操作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得把它这个session数据 最终还得去保存到redis当中 不能给它放到浏览器里面 放到浏览器里面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时候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在使用程序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直接从plus里面导入 这样一个session 然后呢在试图函数当中呢 还是直接就把它当作一个全局的 那么一个上下文 把它当作一个请求的上下文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对象 来进行存取操作 比如说进行相对应的设置啊 比如说进行相对应的提取啊 还是想按照这样的方式 只不过是说 它这个机制的session工具 在操作的时候呢 并不是从这个cookie里面取出来的 而是说我们要把它放到后端 放到后端的话 那session数据放到哪 是最合适的呢 你放到数据库里面的话 速度是不是比较慢啊 还是不可以 session数据是经常访问的 所以我们要不给它放到内存型的 这样数据库里面是最合适的吧 所以咱们给它放到 redis当中 所以那这时候咱怎么办呢 就相当于还是想保留原始的使用方式 但是操作的时候呢 却是放作redis里面的数据 这时候我们要去引入一个 flask的扩展了 哪一个flask的扩展呢 在flask当中 我们之前给大家去提过的 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 那个requirements的那个文件里面 有已经给大家安装好了 实际上的安装是哪个东西呢 叫做flask session 是安装的这样一个扩展 那这个扩展一旦安装好之后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 把flask里面所存放的30句 直接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 我们想给它放到哪 就给它放到哪 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要去使用这样的扩展了 那这个扩展安装的时候呢 pip install flask session 接下来那咱们在程序当中 怎么去利用它呢 这个利用比较好去利用 好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我从哪呢 还是从flask session当中 从session当中导 导入谁呢 导入一个session 这样一个类 导入这个类之后的话 然后呢就像操作数据库的一样 操作它 然后呢相当于是 将我先写一下 我先写一下 利用flask session 然后呢 将session数据保存到 服务器保存到 Redis中 那我怎么去做这样东西呢 直接就要去构建一个session 这样一个类的对象就可以了 在构建的时候呢 把APP传给它 传给它 那这个对象所做的工作呢 就是直接去修改了APP里面默认的 相当于修改了flask里面默认的 这样的一个session机制 就会把它进行改变了 所以呢 我们只要做一下这样的配置就可以了 那做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依赖 什么依赖呢 你现在不是要把数据最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改变session的东西 把session存到redis当中吗 那redis在哪儿 去指明啊 这是关键的点 而且这个flask session这个工具的话 它不仅仅能够让我们给它放到redis当中 还能够放到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插件来进行下配置 那这个配置在哪儿呢 大家在去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配置也不需要聚 你用到的时候直接去搜一下就可以 搜什么东西呢 我们只需要搜的就是flask session 只要搜这个东西 搜出来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个 好 你点进来之后呢 这个呢就是关于flask session的一个官方文档了 所以呢 咱们怎么看呢 这官方呢就是没有中文的了 所以咱们直接去用 用哪个东西呢看一下 这是关于去使用的时候的一个配置方法了 这个配置方法这里面就列起出来了 你去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配置参数有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有一个session type session type指明了 你这个扩展要把session数据保存到哪里面去呢 你可以给它保存到redis当中 可以给它保存到memory cache的 也可以保存到文件系统 也可以保存到mongoDB 还可以保存到sirclefmi当中 也相当于sirclefmi 是不是相当于对数据库的抽象的类啊 你可以去使用它 那我们现在呢要用的就是这个redis了 所以呢 咱们要进行一下相对应的配置 那配置放到哪呢 因为我们在去使用这个plus session的时候呢 已经是通过把app传给它的一步道过程了 所以呢它就像数据库一样 能够去app的config当中往外去读 所以呢这个配置我们通通的也是放到这个app当中来 所以这是session配置 plus session配置 那这个配置当中咱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咱们要去决定的就是session type 我需要给你放过来 咱们呢要使用的这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redis 所以呢咱们给它指明是这个redis 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们还要给它设置什么样的东西呢 咱们还要给它设置的这样一个参数呢 是关于这个 你不是要保存到redis当中吗 那redis实例是谁啊 它是不是得操作redis实例 才能够去存取数据啊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session redis 它告诉我们呢 必须是一个redis的一个实例 默认值是127.0.0.0.16379这两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还是给它给显示的指明出来 所以放到这儿 这是使用redis 接下来这个参数呢代表是 redis那个实例是多少 你要注意它说的必须是实例 也就是说是连接好的对象了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咱们还可以去使用redis当中的 再去建一个 那像对应的应该是里面的 呃 host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那这个对应的redis这两个东西 再去使用的时候实际上还是127.0.0.1 呃应该是接 redis host 还有一个 redis 还有一个pot redis pot 但是我们现在放到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正在线上运行的时候 缓存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东西 连接出来的 专门用来去做缓存的 跟session 它可能是两台机器 我们现在呢在 在当前只有一台机器 所以呢咱们选择是同一个 但是真正在线上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可能换的就是另外一台机器里面的 redis数据库了 所以呢这个值不一定跟上面东西是一样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的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是两台机器 然后现在咱们再来往下看一下 那还要配置什么样的参数呢 我们还要配置一个参数 就是说这个session use signer session use signer 代表什么意思呢 咱们之前已经知道了 说的在session当中 利用cookie的时候 cookie里面是不是要存上一个session id 对吧 那这个cookie id的话 他这个use signer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需不需要对你这cookie里面的session id 进行一下混淆处理呢 需不需要让他让别人看起来 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具体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通常情况下 咱们实际上是不需要当于可以把它去隐藏一下了 所以呢 就把它这个use signer 给你设置为处 我们把它写一下 对cookie中的 然后呢 对cookie中的session id 进行隐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一个配置参数 哪个配置参数呢 还有一个配置参数是关于这个 这个permanent permanent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permanent代表的意思是说 这个session数据 这里面是关于这个东西 这个session数据是不是让它是永久有效 permanent是不是永久的意思啊 所以是不是永久有效 我们现在呢不想让它作为永久有效 而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想把它给你设置为一个有效期吧 所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permanent session lifetime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不用设置这个参数 可以直接设置上面的参数 permanent session lifetime 可以直接给它把这个session数据的有效期 给你设置出来 所以呢咱们把它拿过来 lifetime 你要注意这个lifetime的话 它能够去接收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要不给它传入一个时间的对象 或者是给它传一个整数吧 比如说传一个整数秒数单位都是可以的 这也是 那咱们给它传一个参数 一般情况下是多少时间 30句 30就两个小时吗 比如说是几天的吧 7天吧 或者是哪怕是一天 一天是多少了呀 我们现在是不是随便去学呀 应该是如果是一天的话是3600秒乘以24 应该是86400的吧 咱们就是差 8 6 4 00 然后呢 这是session数据的有效 有效期 单位 描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几天的操作 那几天这个配置配置完成之后呢 那当前的一个session咱们也做完了 这session做完整之后的话 咱这里面呢还要缺东西 还缺哪东西呢 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现在虽然最终在去利用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要做成前后端分离呀 前后端分离之后 我后端专门从那数据吧 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你前端是需要把数据发送给我 需要我后端保存的呀 这是有可能的吧 对吧 很有可能需要把数据发送给我 那既然你要把数据发送给我的话 那你又意味着说前端很可能要发送post请求过来吧 既然发送post请求过来 那你说在这个数据当中我们是不是就得开始一种验证啊 哪个验证啊 csrf那种防空机的验证吧 对吧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csrf那个机制虽然说是很简很简单的机制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开起来 因为就是说你哪怕连最基本的这个东西都不防护的话 别人还是可能会利用最原始的东西进攻击 所以呢 csrf这个机制这个防护 我们一定要有意识 只要是后端当中能够去接收post请求 能够去接收这样的发送数据 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机制给你开起来 但是我们又跟大家之前说过 flux官方是不是没带这样的机制啊 它是没带的 哪个地方给我们引起来的 还有印象吗 咱们去讲模板的时候是不是讲了一个wtf的表单呢 对吧 wtf的表单是不提供了这样的csrf的扩展机制啊 所以我们可以去用它 但是你发现那个表单当中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再用前后端分 咱们不用前后端不分离的吧 是分开了 分开之后的话 那个表单对象虽然没用 但是里面的防护机制 它是独立于表单而去存在的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还可以去借助wtf的扩展 把它专门的csrf那个防护引过来 那咱们怎么去引呢 咱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从哪呢 从这个flask 从这个flaskwtf当中导入谁呢 导入一个csrfprotect 导入它csrfprotect呢实际上是一个类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只要把app传给它 传给它之后呢 它就能够给blask当中去填充那样的一个防护机制 所以咱们等一下再去一下 为flask补充csrf csrf防护 那补充的话csrfprotect仍然是把它当作一个对 党差当归类的方式把fp传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你说它在进行防护的时候 这个防护咱们不去理解 我们说了这个防护的话 咱们已经把它从表单当中抽离出来 也就意味着说这里面没有表单存在了 仅仅是那个防护机制 那个防护机制还有影响吗 在讲张固的时候 张固当中是怎么做的csrf防护的 是一个中间层啊中间件吧 对吧 在中间件当中对所有请求 只要发现是po请求 是不是通的都过滤啊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flask当中有中间层的概念吗 没有吧 但是有钩子吧 所以我们把它点进来 你看一下把它点进来 点击它的原始代码当中 看一下它怎么做的呀 是不是这个app当中被爆request呀 所以是不是现在你就迷目了然呀 所以它是通过在所有请求当中 都给你挂了一个钩子 专门进行防护的方式 是通过这样方式去实现的 所以呢 咱们就是利用它的这一点 把它引过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那关于这个防护机制 到底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去说 咱们先把这个流程引完了 之前是跟大家说过了 我说在项目的 再给大家详细的说 详细的说这个csrf 所以咱们再说 好 那现在我们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 咱们要去引的数据库 然后呢 Redis连接 session数据 还有对应的csrf 这个东西 通通的都引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 Redis csrf session 还有日誌 日誌代表我们再来说 那相对应的这个工具都引完了 引完成之后 咱们就可以给它往外去拆了